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 例題2 他說AB兩人比賽乒乓球 以三戰兩勝來決定勝負 要利用樹狀圖 來列舉出所有勝負可能的情況 三戰兩勝 我們就用這個1 2 3 來代表這三戰 那麼AB兩人比賽 你第一次比賽的時候 要不然就是A勝 要不然就是B勝 所以這樹狀圖就分成這兩種 接下來第二戰的時候 要不然是A勝 要不然是B勝 如果是最上面這種情況 A就勝兩場 所以 這一種情況就是A勝 這一種情況就是A勝出 我們把這個A勝出 把它圈起來就表示A對勝出 那如果說 第一場A 第二場是B勝 那大家還要再比第三場 所以第三場在比的時候 也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A勝 一種是B勝 那如果第三場是A勝的話 那A就兩勝 所以這是A對勝 那如果第三場是B勝 那如果第三場是B勝的話 那這個B兩勝 所以這B勝 接下來呢 第二種情況 第二種 就是第一次比賽的時候 B對勝出 那第二次比賽的時候 A對勝出 那這邊是B對勝出 那所以這個B呢 這兩勝 所以這個B在這邊 就勝出了 那如果說呢 第一次比賽A勝 第二次比賽A勝 那接下來呢 他要再比第三次 那他可能的情況呢 是A跟B 那下四種情況呢 是A勝 那底下這種情況呢 是B勝 B兩勝 所以呢 這個 呃 全部的情況 列舉出來呢 就是有這幾種 1 2 3 4 5 6 6種情況 6種情況 6種情況